欢迎收看大爱五街新闻 我是任嘉珍 国道北二高清晨五点多 发生一起连环车祸 总共有九辆车追撞 造成两辆车翻覆 其中一名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索性被消防人员救出 而这一起意外共有三男一女 总共四人送医 其中一人伤势较重 不过没有生命危险 我们到达现场的话 发现总共有九台车发生事故 那其中第一台车有一人员受困 那我们协助把他脱困之后 再检查其他的伤况 总共清点之后 总共有四人三男一女送医 那目前进取之后 索性都一直还蛮清楚的 那两台小龙 小龙我一个 因为我们的车都很好 我一个房子 不要 因为现场可以看到货车翻覆在外侧车道 清晨五点多 北二高 北上三十六点五公里处 可能是因为天雨落滑 加上事发当时下雨 视线不佳 造成六辆自小客车 两辆货车 以及一辆游览车的追撞意外 根据被追撞的驾驶表示 意外时 有两辆小货车先发生了擦撞 才导致后方车辆煞车不及 造成连环追撞 共有四人送医 至于肇事原因 有待国道警察 进一步厘清 今天起 新一波 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袭 各地气温直直落 气象局发布中部以北的低温特报 以清晨来看 北中南东低温分别落在新竹 跌到十度以下 只有九点三度 台中五七十度 台南十一点一度 苏澳也只有十一 一点六度 也因为天气真的好冷 这个时候格外要加强关怀 独居长者 以及街友等等的弱势族群 新北市府 今天就举行了街友围炉 共有二十三桌 希望温暖 两百三十位街友 透过连线请记者 肖志杰巡航告诉我们 志杰请说 是 主播 街友关怀围炉现场 现在正非常的热闹 而且为了娱乐这群长辈 现场还有布袋戏 而今年整个佳肴的部分 也是非常的丰盛 而且今年还特别以蔬食料理为主 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街友们的健康 而现场我们也为您访问到 我们新北市社会局局长来为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今年的我们街友关怀的围炉会特别选择于蔬食料理为主 其实我们都知道蔬食其实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很有帮助 有时候太多的鱼肉反而会造成很多我们体内的负担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响应我们实际的体内环保 然后呢所以今年特别给他们蔬食 因为其实我们街友朋友比较少吃到蔬食 一般的我们在这种岁末寒冬的 我们都会拌得很澎湃 希望有鱼有肉 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也想让我们的街友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了解 而且这也是由其他的慈善组织来特别赞助 对其实我们很感谢我们有非常多的慈善的一些团体 包含我们南山放山寺 那么还有包含我们慈祭基金会 还有包含一些其他的一些宗教团体 那大家集合力量呢 希望让我们的街友朋友能够感到感觉到社会的温暖 尤其是今天的寒冬特别的寒冷 那希望他们有了这个温暖有了这个力量之后呢 能够呢自立生活 那么重新呢再从这样的生活里面再站立起来 能够呢有更好的发展 谢谢局长为我们说明 而其实早在围炉之前呢 现场就已经是非常热闹滚滚了 尤其是为福部台北医院呢 也为街友举行议诊的服务 有志工还有医疗团队呢 两侧血压 甚至还有整个问诊的服务 甚至还有法廊呢也自动前来 包括将近有九位的资深设计师 每一位的资历都超过五年以上 希望借由过年前这样的一个爱心的举动 带给借友们一份温暖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你多久没零 一年一次就好了 没钱都要拿到 所以刚刚的技术让你很满意 对啊很好很好 我们这几位都是 在我们日式威廉都蛮资深的设计师 对我们不会派就是刚新手过来 像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营业额去捐助一些 像米娜还是一些孤儿院这样 每个月都有定期 那这个疫检方面其实是举手资的 除了丰盛的围如佳肴之外呢 现场还可以看到我们 茄罗山大厥寺的法师还有师兄姐 也准备了过年的物资前来发放 另外在另外一边呢 我们慈祭之工也一起来响应了 总共准备了每样物资有五样都在桌上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另外因为现在天气真的非常的寒冷 也贴心的准备我们的预寒的外套 那我们现场为您访问到我们慈祉之工罗美洲世界 为什么会特别准备外套 而且外套好像有多准备好几份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总共准备了两百三十份的这个物资 等于游民都可以拿到两代 一代就是我们准备的预寒外套 一代就是这个资粮那因为今年的那个颜冬气温的确很低 所以我们都会特别准备比较预寒的外套 然后我们还特别多留了十几十五件 那就是因为今天没有来的这个监友们 他们还是可以到这个外展那边去联取 是的 如同世界所说结合社会各界的爱心 尤其政府结合民间 希望让街友能够有一个好年一起来度过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主播 好 刚刚街友也说了没有钱怎么办 不过现场看到了爱心滚滚 包括了从外表减法以及慈祭所提供的预寒衣物 还有现场的温暖的中餐来看 今天街友的确是感受到社会的温情 这是来自于现场肖志杰许云豪的现场连线报道 而结合爱心这一场路跑也更有意义 屏东高速马拉松路跑 不只跑出健康也能参与抽血 加入此际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 一名跑者就是因为家族里有人罹患了白血病 更能体会此刻这比路跑还重要 天为亮高速马拉松路跑聚集一万多名跑者 慈祭志工也在路跑队伍中 有更多名志工拿着造血干细胞捐赠标语 在人群中高升替选手加油 不少跑者对造血干细胞捐赠很好奇 停下脚步聆听 其中这对从台中来的夫妻党选手 听完解说后立刻建档 原本以为是抽脊椎对然后他最后是有血液分析 那个周边血对啊 因为我们是在救环境的啦 因为我们是做检验的啦 环境环境环境环保 这个是救人嘛 对啊对啊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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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好 夫妻党中同样来建党的还有许文章和太太 家族中有人罹患白血病他很能体会受随者的心情 我之前很早就想要建党 但是就是我的血液 就是去肩血的时候是发现到说有病性感染 现在身体好了许文章常捐血也签下捐大体的同意书 如今总算能建党想救人的方式再添一笔 最新起国际意外日本北海道炸黄市的一间安养中心 发生大火造成11人死亡的惨剧 满市白雪的街道上消防人员冒着零下二度的低温灌旧 被烧毁的房子火事已经扑灭 日本北海道炸黄市的这一家安养中心当地时间 周三深夜11点40分左右失火 当时在里头有16个人5人幸运获救 剩下的11个全都不幸临难 安养中心是三层楼旅馆所改建的 日本媒体报道有违反了安全法规 并没有安装消防洒水器 意外更印证了人生无常 而人生分秒倒数要如何好好运用 看看她 李王美英 传统的台湾女性 她要照顾92岁卧床的先生 还要付出时间投入慈激职工 这样不会分身乏术吗 听听她怎么说 一大早就忙着照顾卧床高龄92岁的丈夫 桃园慈激职工李王美英 在中立园区点心组担任职工数十年 虽然生活忙碌 但是内心快乐 曾经因为讲话太大声 无意中得罪人 在资深志工吴贵湘的引导下 如今讲话轻柔许多 桃园敬司堂慈激委员受证 除了李王美英之外 还有刘正菊梅也是走过人生坎坷路 因为就是因为我的儿子出车户 还有我的老公中风 两个就走了 那时候我心里真的很痛 那时候还好 也有慈激人 在人生谷底时 慈激人走进他的生命 带着他到园区做环保 自从来这边之后 我的感觉我心境改变很多 没有烦恼 没烦恼 来这边就说 心情好都没烦恼 没时间做这个就做不到烦恼 过去就好像说 不会享受以前那些不好的事情 曾经的他每天一泪洗面 哭作发呆 如今见苦之福 陪伴关怀老人 珍惜每一天的付出 他说要告诉在另一个世界的先生和儿子 他现在做慈祭很欢喜 不要担心他 大海新闻 很欢喜的还有他八十二岁天天搭公车做环保 梁春子还邀约住在嘉义的妹妹来台中 跟他一块投入环保 姐妹携手感情更好 每天固定五点多 从大理住处 步行再转两班公车 梁春子往往要花费两小时 才到西区柳川环保站 妹妹杨玉梅 从小过季给邻居当养女 两人好感情 梁春子邀约投入环保 我妹妹也做了七十二岁 还真退休 我想这样在他们都没做什么 我就靠上来跟他说 杨玉玉玉 你来我们台中 我带他来看博山 他说好啊好啊 做环保风云无阻 有的是一颗坚定的心 五号是当时 想到人比较健康 还不然会去 不过会想到少年这久 有关就有力 就好 三千亿就给他出来了 其实梁春子 常年左脚肿痛不太能走 做环保慢慢找回健康 他说人生八苦 病苦为罪 想到先生往生前 失智退化 常年靠鼻胃管禁时 内心还是不舍 他替先生圆满容懂 先生往生后 把全部心力投注环保 用行动持续替先生 植服田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 注意话 薛伟成台中报道 还有这位赖如燕 小时候跌倒受伤 伤到脊椎 身高不到一百三十公分 成长之路 他很自卑 也是从环保中找到自信 正言上人 行脚台中 再度感恩环保志工的用心 上午的岁目祝福 有来自台中地区上千位的环保志工 他们平常总是默默付出 这位来自东大环保站的志工 奈如燕 小时后跌倒受伤 没钱治疗 身高不到一百三十公分 爱脊椎龙起驼背 让他很自卑 十年前 他走入慈祭环保站 转变心念 付出的对身体有帮忙 有帮助 身体更健康 心情也更睡觉 更轻松 一个礼拜都来 五天六天 所以他要去復健 很认真 政言上人肯定环保志工的付出 守护地球 你我都有责任 所以我们要用真正的心来修复大地 我们基礁赤裸 也是在保护大地 大家 董事长的心 这位志工蔡崇真 生活很多磨难 但从上人的法中 了解这是因果 上人鼓励他多听闻佛法 用正向的心念 面对困难 心灵就能平静 大爱新闻 加密军国际中台中报道 花莲玉礼此季岁末围炉是社区大事 阿公阿嬷带来竞歌热舞 现场也有爱心人士 尊赠全新衣物 让照顾户少一点采买 多一点欢喜 你那么漂亮吗 开心时传新钱 一旁也有爱心人士提供的全新衣物 让照顾户可以在新的一年带来新起向 看到这些比较贫穷的 我们都要有付出的感恩 直接在狱里举办岁末围炉活动 也有新衙志工来帮忙 从小时候就有这样照顾 可以为一个没有学员关系的人 这样去付出自己的时间来关系 还有付出一些 至少时间金钱都付出到 然后就是不遗余力的来关系 就是觉得很感动 分享喜悦不分老少 小朋友们无可利利搭配纯净歌声 带动现场气氛 玉里地区的阿公阿嬷 更是才华洋溢 金歌任务敲锣打鼓 样样型 就连手语也难不倒他们 这个发放其实主要的日子 是在感恩父的身上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邀请 结果还好 每个区都有代表出来表演 围如宴上满桌的蔬食 搭配精彩的节目 最后志工也不忘送上红包和物质包 充满喜庆的氛围 也让照顾户可以提前感受年节气氛 更互相感恩 大家新闻 现场布置充满您味 暖屋里护理学院老师 带了学生一同参与付出 华泰查农原本以为自己才二年级帮不了什么忙 没想到刚好有人气喘并发 他们及时做了适当处理 除了学义之用 年轻人也主动补位 不仅承担翻译工作 在幼教区和厨房都有他们的身影 通过那名医疹护理学生在步入职场前增加了服务病患的学习 未来在工作中 乙病关系也能处理的更得心应手 大海新闻 黄娟昆大泰国报道 大陆甘肃慈激动力发放 这场对象特别是慈激助学生 一份物资温暖的是一整个家庭 冒着零下十多度低温 大家接力将物资放定位 除了当地的慈激人和乡亲 还有陕西 四川 新疆 台湾等地的志工 全力支援 发放前的准备工作 每个细节都不马虎 毛巾先放在背面这里 然后它如果背起来就不会不舒服 就这个原则就好了 帮我使四处毛巾 我要背身 协计从2016年开始 进行静远助学计划 这次发放对象是117位助学生 受制的学生也学习手心向下 参与发放工作 四季的师父师伯 跟我们的启发 经常跟师父师伯接触 就有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也感恩参加了这么多活动 觉得自己的生命突然间 困坏了体质 大米六包 六包 六包六个人吧 发放物资包括大米 毛毯外套和食用油等 希望这个冬天身心温暖 精心策划的茶会 鼓励助学生向父母及亲人 即是说爱即是行宿 作为女儿从来都没有向你们表达过感恩 今天是此季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因为我们你的童年都是哄孩子做饭 因为我们你不得不早早的辍学回家帮家人 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但是你从未暴掠过 妈 我爱你 妈 我爱你 妈妈说我也爱你 好 感恩 应该是什么 作上幻想的雷尽 若心容易引起我 过到成维时 不如的报道 在做无论 台湾天空不作美 看不到昨晚的蓝色超级血月 我们替您整理各国所拍下的奇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黑夜到黎明 菲律宾麻油火山持续喷发 岩浆不断往下流 麻油火山周二再度喷发 火山灰直冲1250公尺的高空 撤离人数已经达到9万人 专家警告火山可能在几天内大爆发 人人自尾的同时还有一项谣言传得满天飞 这些谣言听在专家耳里 当然是无稽之谈 我没有关注的超级 但是从我们的研究中 这些天文景象 这些天文景象 没有影响到 这些天文景象 麻油火山周三的夜空出现难得一见的天文景象 超级蓝色血月 居民真相一睹奇观 专家提醒不管火山口上空高挂的是星星月亮还是太阳 火山都不会因此喷发 不要听信谣言 大家新闻周部先编译 天冷抢救失温男婴 救护车紧急赶到 因为一位怀孕34周的孕妇 已经在车后座产下男婴 到达现场之后 妈妈的生命真相稳定 那我们立即评估小朋友的生命真相 给予抽吸及保暖 天冷低温让婴儿肤色发黑 救护人员赶紧将两人送上救护车 一边注意孕妇的生命状况 一边持续为婴儿抽鼻 按摩心脏 用期待夹夹住期待两端 为婴儿保温 在救护车上是还没有帮她做断起的动作 那其实这样的方法是正确的 因为这时候妈妈的血液还有一些养分 那氧气可以输送给新生儿 那如果贸然把它剪断的话 有可能小朋友就会 失去那个氧气的供应 那甚至有可能会有大初选 所幸送医急救后母子平安 医师也提醒新生儿头部 就占了全身的三分之一 寿风面积大寒流来袭 一定要做好保暖 外出最好戴上帽子 大家喜欢潘雨甄霄红树高雄报导 电视频 塑膠做的冰也能滑 新闻之后一块来看看 也感谢您收看这一节大爱五间新闻 我们再会